欢迎来到小猫影响测评空间 今天来到工作室做客的是身边最对金池的发型号第三代 3.0这个型号的喇叭 那么在介绍这个金池的影响之前呢 我先讲一段这个金池的小故事 那在这个十几年前呢 小猫曾经有一次参加上海音展 那当时呢应该可能是香港的一家代理啊 来参展 他们是借了一间小的客房 作为他们的这个展示 这个我当时进去的时候呢 应该里面放的也是这样一个书架箱 我忘记是不是这个discovery了 那我当时想问他要资料看一下 那么我就说 你这里有没有金池的这个资料 他就从这个抽屉柜里拿出一份印刷精美的资料给我 那当我拿好这个资料以后呢 正好进来一位发烧友 他也想要去拿一份 但是这个代理就没有给他 他或许是觉得这个 因为有很多音响展的时候 可能有些发烧友就是看到资料他就会拿嘛 有可能他们带的本身也不够多 但其实呢 从这个推广的这个角度来说 这样其实并不太好 但可能这个代理是觉得这个发烧友 可能都不认识他们这个品牌 所以他不愿意把这样一份资料给到他们 那么金池这个品牌呢 确实就是也确实比较矜持啊 就是他们在推广这里一块好像不像其他品牌 就是这个力度这么大 所以呢就是在今天正式开展这个测评之前呢 有必要把这个金池的厂家一些基本的信息给他介绍一下 但确实在他的官网上 一些资料的话也是比较少的 可能这家厂家他们就是属于这种比较技术狂啊 或者说是专门这种理工男的这种感觉 所以他们在宣传这里一块确实没有给到太多的资料 那么因为这个网上的这个信息也不是很多啊 我就只能这个就着手头所掌握的一些信息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金池呢是成立于1989年 那么他们当时呢就是定位于一个 high-end音响的一个生产制造商 那么他们早期呢使用了以绅士宝的单元居多 虽然现在单元都已经自制了 但是呢我们可以从这个低音单元上还是看得出 生士宝单元的这样一些元素在 那么他们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碳纤维来制造香体的厂家 他们当时呢与多所大学和这个多名的科学家这个合作 那么其中呢就包括曾经参与劳斯莱斯喷气式发动机的 这个碳纤维分散叶片的这样一个设计师 所以呢他们对这个碳纤维这个运用呢 掌握的是比较如火纯青的 那么他们也被英国评为是英国前六位就是真正能够掌握碳纤维技术的厂家 其实这产品线呢现在涵盖了音箱唱盘唱壁 还有器材价 那么他们的自制率呢达到95% 这个在音箱行业来说呢应该是自制率很高的 逐渐他们这个制造的这样一个能力是很强的 他们目前的这个产品呢主要是非波纳契系列的音箱 还有精准系列音箱 包括一个这个R1的一个器材价 那么唱盘呢他们这次好像 我不知道这个2023年这个慕尼黑展有没有推出 那个是一个巨无霸击的产品 包括碳纤维的这个唱币 那么以后如果有这些产品这个登录到中国的话 我们再给大家做测评再介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Discover这个型号呢第一代是在2002年推出的 现在呢已经发展到第三代了 外观来说呢应该是差不多 那么其实这个也是high end音箱的一个特色 就是你看啊它的六个面是没有一个面是平行的 那这样的话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箱体内部的主播 这是一个 第二个的话我们就看它这个顶部啊 我不知道是玻璃还是实材的这样一种材质 然后边上的话是面上看是这个碳纤维 然后这里的话也看上去是这个像铝材 但是我挑上去里面应该还是有木头的这样一种材质的 然后的话它官网还介绍了有一种叫 ACT3-0的这个生物复合材料 是这个可以重复利用的 所以它用了这么多的材料以后呢 就是可以避免单一材料导致的一个固有的斜震频率 等于说它这个不容易引起箱体的一个斜震 然后我们看这个箱体跟这个脚架它是一起式的 它这个拆包的时候就是连在一起不能拆卸的 那整个这样一堆竖架箱的重量达到35.5公斤 那在竖架箱里面也算是很重了 然后的话这个喇叭面上看好像是个竖架箱 但其实它暗藏玄机 大家看到这个下面有一个低音单元 它是用了一个就是这个等压负荷的这样一个推碗方式 进行一个低音的一个设计 那么这是一对2.5分屏的这样一个音箱 它这里一个面上这个应该是中低音单元 是一个7寸的 然后下面的话有两个7寸的像这个碗一样的面对面的扣着 那么分别负责不同的频率 由这两根一长一短的这个导向孔 对相对应的频率进行导向 所以这对喇叭其实它发出来的声音 完全就是一对这个中等这个体积的这个落地箱 发出来的这样一个规模感跟一个能量感 所以它我不知道这个设计师为什么会取名为这个discovery 但是你听了这个喇叭 你确实会感觉到就像发现了这个新大陆一样 因为它给你带来的这种感官的这个体验 是以往这样一个书架箱是完全不同的 虽然它没有说它是书架王或者怎么样 但是确实这个不是一般的这个书架箱能够达到这样一种层次 在印象当中可能是以前这个世霸的这个火车头 可能也能够达到这样一种能力 但是这个相对来说 这个箱体还要更加小 但是它这个不管是能量还是延伸 都是一点都不差这个大喇叭的这种气势 那么整个金池目前只有两个系列 一个就是发现号所在的旗舰系列 还有个就是精准系列 那么菲伯纳契其实是一位意大利数学家的名字 那么这个菲伯纳契就是它发现了这样一个数列 用它的名字来命名 那我们平时说的这个黄金分割法 黄金比例 其实就是由这个菲伯纳契的这样一个数列来推演而来 那么音响节还有一个品牌叫卡达斯 他们也是非常崇尚用这个黄金分割法来制造产品 包括我们平时在建造天衣室的时候 我们也会说有一个黄金比例的这样一个长宽比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高音单元 一个呢这个高音单元它这个面板啊 就是用了这个菲伯纳契的这样一个数列 进行计算以后 然后用这个3D打印机这个直接打印出来 那么这个面板如果你从侧面看 它还有一点点浅的号角 我前面做了个实验 我就就是人蹲在这个高音面前 对着它说话的话 你能明显的感觉到它这个声音的话是很清晰的 其实在我的理解就是它相当于在这个高音面板这里做了一块扩散板 它这样的话可以使得它这个频段的话更加的这个平直 然后评响也更加的宽 那么它这个镇膜呢是使用了这个碳纤维和这个尼龙的一个复合材料 那么这个它有很好的一个内阻跟一个刚性 所以呢它这个喇叭是可以延伸到30K赫兹 而且它整个一个喇叭的频响是38到30K赫兹 括号加减2dB 所以它这个频响也是做的相当的平直 然后频宽也是很宽的 因为大部分的喇叭我们都是加减3dB 甚至于有些不标的话 有可能就是衰减6dB甚至于更加多 所以他们就是敢于把这样一个指标标出来 说明他们对它的产品的话是很有信心的 再来看一下它的中低音单元 它是叫做Tactic 3.0 就像一个固件版本一样 那么它这个单元呢就是很显著的一个特征 中间有一个这个斐波纳器的这样一个 我称之为它叫扩散器吧 这个厂家式声称是可以使得这个频响更加的精准 但在我看来呢 它其实还可以起到就提高这个音棚的这样一个刚性的作用 可以进一步降低在大动态时候的这个振膜的一个分割的失真 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磁缸部分 我们看下面啊 磁缸部分这么小的话 我一看就知道它是一个女磁铁 女磁铁的话 它是可以在相对比较小的体积 能够提供更加强的这样一个磁力 那么这样的话其实这个磁体这个减小以后呢 它就能够减少这个因为磁体本身比较大导致的这个振膜 被波反射的对于这个低频的这个质量的一个影响 所以它这样的一个设计呢是一举两得 然后呢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剖面图 它这个其实是一颗低音 然后是两颗三颗一共有三颗中低音 然后它这里面其实都是独立的声势 包括它的这个高音是一个独立的声势 然后这里上面斜上去的话 是中低音的一个声势 然后下面一段的话是 这个两个等压推晚的这个低音单元的一个声势 所以它整个一个其实就是完完全是分开的 甚至于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对书架箱 加了一个低音炮 它只是把这样一个低音炮去 坐在这个箱体里面变成一体式的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对喇叭听上去 完完全全不像小喇叭 就像一对大喇叭 就是可能你体积比它大好多倍的 都不一定能够出得了它这种动态 它的这个动态的强弱的对比的话 是相当的鲜明 还有这个爆发力 这个规模感 这个场面感都是相当一流的 还有这个动态 好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一部的这个接线柱呢 看上去是使用了一个杜劳的制品 然后呢有一把这个专门的扳手 是可以提供你就是锁紧它这个螺丝的 那么通常情况呢 用这个香蕉头可能会比较方便一点 然后这个底座的话 做得很厚重 然后的话它是三点接地 但是它这个三点接地是相当稳 我在摆位的时候我是安全感十足 它这个用料的话真的是比较扎实的 就算了 就算了